习的我跟你说过 他很早 他在福建的时候 他就想把台湾给弄下来 而且习近平在总参的时候 作为一个普通的军人的时候 就写过一本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 就是要尽快解放台湾 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 他总参的人都知道 他在总参的好几个 所谓的战士战友 都是我的这个老乡 我对习近平实在太了解了 因为他老婆是我老家 运城人 我是古城的 我们俩目视距离 就是麦哈顿南边到北边那么远 他妻子是我的说的那个 就是我的那个宋先生 他父亲把他妻子给带出去了 他父亲是个当地武装部的干部 他家里的人我们都很熟 是在我之后认识他们之后 他认识习近平 习当时是离婚之后很惨的 他就是就想自杀了 不想活了 他那时候他是个没人理的人 他不是编辑性格 这个人是一个变态的性格 他是屡次从小 三次被抓 父亲吃屎 母亲这些威 对他的整个的不能照顾 还有他在社会上被打压 到了总参 在总参也被打压 他最早学的是什么概念呢 最早就从毛主席的诸说开始 毛泽东的诸说里边 很多没有公开就对台湾的陈述 说台湾对中国的这个编辑中 他就学内门了 他就认为台湾是我的大事 所以他就最早在总参就说出了 要拿回台湾是中国党的历史性任务和责任 这件事得到了总参呢 多少人的这个对他夸奖 特别是那些老革命 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 哎呀 这个人从小的时候 当某些方面被夸奖的时候 特别是人格和个性 受到重大打击的时候 比如说小时候 欣欣遇到了这个人 都是都是骂他的 突然有一天 欣欣做出了一个相反的行动 得到大人的战口 欣欣你很勇敢 欣欣就会勇敢下去 欣欣没有勇敢 说这个欣欣很高 不要和那人一样 他就再也不反体了 这时候儿童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 就是大人的一句话 就把他推向另外一个极端 习就觉得台湾是大 就研究台湾 所以他在河北镇定 专门写了 台湾对中华人民十四中任 我们要有共同的选举权 这是习近平写的 跟党内任何人没关系 不存在谁来怂恿他 就刚才一问这问题 根本不存在 他本身就是魔 没有人可以来影响他 所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 他就是一心觉得 打了台湾 我就是中国亲自皇 我就是五一届 中国问题都解决了 科技人才技术 对美对日亚洲问题 大家千万别忘了 北朝鲜是他上台以后 几乎中共已经跟北朝鲜撕裂了 这个唯一的联盟关系 就是你要有战争 我帮你 就跟北朝鲜 他没有延续 习访问北朝鲜以后 习在现场 就说这句话 你们今天是人类历史上 人类的一级文明的唯一成功者 大家知道说是什么意思吗